好,接著下一套,這個就是我們開頭的時候說 這季有些動畫,不知為何前半段說的東西跟後半段幾乎無關 這個呢,有話要說話實在是有一點點誠意的 我插到飛起,告訴大家 這個是錯誤的選擇題,因為這個答案多過一個 是不是啊,原來 好啦,不要緊,不如先說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了 punch line 開頭我們插到飛起 我想說,我連唯一一個有堅持去看完的人 因為你說有看,我才會看兩人 一,你說看第二,摸上這個評划後面好一點,我才報回 我一群組問有沒有死事,看起來有馬非常有義氣 就是做這個死事 因為我那時候做了死事才看 我自問自己,看懸疑的東西,我是很有耐性的 不如你加入伊斯蘭國吧 為什麼 我覺得我做這些有意義一點,想不知 這套不是懸疑,我覺得 你開頭完全覺得懸疑,後面不是懸疑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這些所謂好像有復筆的東西,有懸疑的東西 我已經說很有耐性 復什麼筆,有個復筆 喂 這套其實是一個說的 你不要令到他一聞乎直 這套其實是一套時空Rude的劇 但問題是他做不到這個表情的感覺 他分水嶺,即是六集前六集後 即是六集前半段就是告訴你一次的時空 用靈體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其實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 有什麼位置是關鍵的 聖誕前後幾天發生了什麼事 那你改變了好事就改變了 第七集回到12月,撞車那一天 回到Rude多次事件,你先跑這個世界 其實我想這一套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改變時空那個橋段是不太需要的 我發覺很多東西不需要 第一點,我想問一件事 那個什麼流鼻血跟著隕石掉下來 需不需要的 那個設定簡直是一絕告訴你 因為根據劇情後面來講 為什麼會掉下來呢 因為那些邪教利用了IT機械人 進入美國衛星,然後射飛彈 才令軌道改變射到地球 跟流鼻血沒有關係 其實Hotam Yudu這個劇不出來 我告訴你為什麼隕石會掉下來呢 是因為那個隕流鼻血流兩次就會興奮過度 而死,是死啊 那死之後沒有人阻止這件事發生 然後那樣子就會掉下來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他在中間咳嗽完之後 你會覺得什麼事啊 所以你是不是覺得現在發覺 這件事沒有這次關係可言 就是蝴蝶效應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他做不到出來 其實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時空look的劇情 但是做不到 因為可能完全沒有報過這些伏線 這個你就想想一下Styling機 就是指著肚子還是女兒那些 那我有一個疑問的這個位置 是 我記得我在我依稀的記憶裏面 是說 他是流鼻血兩次之後 然後有條彈散類似先人的東西 貓 那隻貓 那隻貓 那隻貓告訴他 就是因為你流鼻血兩次 就會隕石跌下來死 就會令到地球 地球毀滅 是的 如果這樣的話 那傢伙是節省他的了 沒錯 那隻貓完全不知道做什麼的 就是一個幽靈的領導者 他給不到牽絲你 給不到幫助你 然後第二次Luker就妨礙你做事 後來發覺那隻貓根本就是限制 那隻貓是欺貓 可能那隻貓是假的 你想一下 你跟著那隻貓 就是我看劇情去想 如果真的跟著那隻貓去說話 我什麼都不做那些事情 是的 有所謂要跟著那個過去 去到一定的程度 建立那個 團體之間的伴 這樣 那這個人放走 有這個吵架 做那麼多無謂的事情 而不是像他們這樣走到第三條路出來 不是一樣 但是我有個問題 那這套東西如果可以做到這樣 第一集說的那些 基本上全部都是bullshit 那怎麼看下去 那他很聰明 因為第六集才開始告訴你 那些是bullshit 你去伊斯蘭哥 不是 很簡單 其實之前的幾億次 律仗那次都是失敗 因為可能為之前的猶太 全部跟著那隻貓說了 我也覺得是 但是這次他律仗這個時間線 那個猶太不聽那隻貓說了 可能當那隻貓不知道的時候 做了很多事情 那時候他說他行李式的鬼道心 明智的選擇 簡直是你最聽那隻貓說 那隻貓說放棄 我不管你了的時候 那隻貓退了之後 立刻搞定這件事可以是 換回一個人類的時間 就是大家浪費了一個半月的生命 去看一套不知道什麼東西之後 然後發現終於是沒有花費到的 這套東西算你不會後面 像最後那兩集 剛才我們說了可交性記憶 你記得他最後劇情大件那幾集 跟前面說的那些瀑布的那些案件 已經沒有關係 但是這次是不同 他最後那兩集 他完全報了一張之前的瀑布線收開了 但真的有必要嗎 有 有什麼必要 我先問一個 他第一集有找一本不知什麼靠叉書 原來那本是很重要的 原來那本是很重要的 那本有什麼用呢 請解釋 其實很重要 但他做不到 第一件事 又做不到 你看看 原來本書原來什麼都沒有寫 是假的 是本書給他寫 叫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再多一次 我講清楚 你不是看了Terminator I will be back 幾乎是 我想講清楚一點點 那本書其實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因為那本書其實在男主角身上 不是變成靈體男主角 是說他在人肉 那個肉體男主角身上 然後他的姐姐就給了那本書 那本書是空白的 然後那本書要做什麼呢 就是在那本書寫這個U-turn 那個U-turn是做什麼呢 就告訴你 你回去過去重新來過一次 其實是錯的 U-turn你跟口說沒問題 本書拿來記錄了這個LUT的猶太 他做過任何事 每一天的日記 過去的猶太作用日記 回到未來 過去再LUT一次的時候 看著日記 就是之前幾次失敗的 LUT筆記之後 走第三條路 我覺得簡單一點 他是不是就是那些遊戲的攻略 應該是這樣做 理論是是本書不記 等一下 沒有這件事 我明白 我說理論是是這樣做 本書沒有寫過任何東西 本書只是寫U-turn 那些遊戲記憶的 其實全部是那個飲 變了去過去 靈魂回到肉體的時候 才有那些記憶 你見到油彈回去之後 第一件事 記得今天發生什麼事 那本書是廢書 其實應該是 整本書筆記 他帶過去看一本筆記 以不想回 那天發生什麼事 那天發生什麼事 想想 他花了時間 所以他想想那個筆記 因為他有那個記憶 他自己記得要放在手機上 那本書 是一本空白的書 只寫U-turn一粒字 我用其他東西寫U-turn 有個碗寫U-turn 有個紙貼寫U-turn 有個紙板寫U-turn 都是一樣的 本書是沒有用的 其實 所以本書可能很有用 但他做不到 是嗎 是嗎 但我有一個問題 他這套東西叫punch line 你有沒有怎麼提到呢 有啊 在底褲方面 因為他們的戰隊叫punch punch在印度語裡面 是他做5的意思 所以最後就有5個主角 就成為5人戰隊 就要打怪手 不是 打那些 打邪教堂 沒錯 所以punch是很有意思 那我上個問題 那所謂的邪教是什麼 那當時一開始 有一個邪教 是有一個騎劫巴士 你記得嗎 是嗎 那開始在騎劫巴士的時候 是一個邪教組織去做這件事 其實那些邪教組織 我一開始 我完全覺得那是X-man 這段劇情 他根本就是救你 他根本是萬磁王 他最簡單來說 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這些新的人類 我們這些有超能力的人類 應該統治世界 應該統治世界 你們救人應該 死掉了 滅亡霸 但是原來有些缺陷 要靠一些基因收穫的物體 才可以改善自己的身體 因為基因生活的關鍵 是在古樓古的 可能是熊還是那些熊身上 但是總之有什麼 之後他會告訴你 那隻熊其實不需要的 所以我覺得 搞面的設定是一個 多餘的 是極度多餘的設定 他有些比較好的設定 但他用不了 有些是沙罪設定 所以他會說 他有好有無的 就是 我覺得大部份都是太好 我覺得很穩困 你到第一集搞的 大部份東西都是沒有用的 其實老實實實是 所以他剪了之後 其他一套很安靜的時空loop 那不如他叫他定零集說吧 或者不播就行 不是這樣的 但問題在於是 他那個時空loop那裡 所謂要跟回時空去做那些東西 其實對那個影響是很大的幫助 最大的影響那個就是 把所有的東西和盤拖出 沒有幫助 找那班人回來 一齊雷合馬一起去打 其實用不需要知道 那些時空上的東西呢 一開始就叫那班人一起去打 就行 其實我不理解 所以那一刻就是 這樣嗎 那你講了那麼久 那這套東西是 好看了少許的地方是誰 沒有好看過 是我說好看少許的 我沒有好看過的 有說好看了少許的地方是誰 我比較好奇 最後兩集他收到一部線 即是你看到五個人 這五個人要做什麼 你是五個人 懂得超人快 那兩回遊 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說好看少許的原因是 對面那套交記憶沒有好看過 這套好看了少許 你記得 我明白了 因為可塑性記憶 是最後那一集 就這樣看少許 他前一集 已經好看了些 好看少許 說笑而已 可塑性記憶我十倍出題 這套東西是三倍出題 OK 不是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因為這套東西是 有集半是好看的 那一集是好看的 相比 你看到五個人戰隊 實體可以打的猶太和 成木爺他們兩個 真的超人化 先去打 最好笑的是 幽靈化的猶太 都因為 之前有說過可以附身作戰 附身再打 就是三個打 然後幽靈出來之後 被人附身的 拉布拉 他之前說他是靈梅斯 你不知做什麼 他後面可以淨化 邪教教師的靈魂 但是你不發現 這些全部的復筆 都跟時空倒障沒有關係 就是人本身的復筆 沒用的 他本身懂得打機 他本身懂得徐靈 扎機人 就是這樣 其實那些所有的復筆 都不用前六集 後六集都做到 我意思是 所以前六集他鋪得不好 所以其實也是那句 我覺得後 我又有多個問題 剛才你說打邪教美軍 這個是非常之吊詭 告訴你 因為那個邪教裡面 有一個教主 就是教主 他是幽靈化的 他是附身人 沒錯 因為他只會幽靈化 只會附身的 他只是尋求一個 那隻熊就是一個 有無限再生能力的熊 我不知道為什麼 Anyway 那隻熊就可以幫他 成為了一個 不停用超能力的 可以長傳的人 所以那隻教主 在這裏變成第三勢力 其實他附身在美軍 去打人 哦 所以教主可以找導彈 打上去 不是的 教主是阻止 教主是第三勢力 一闖出來 想搶那隻熊 因為他們有一個 很關鍵的劇情 邪教被人奪了拳 那奪拳就是 一開始那個萬磁王 某月某日 總之那天發生的一件事 拉布拉 有個男人會來找他 然後叫他 找他的同屋 和那個機械人 進入美軍基地 去查有沒有衛星 靠這些關鍵事件 才會令邪格 有機會 進入美軍基地 射到路上去 令到導彈衛星 射到導彈上去 你和他這麼超展開 你都記得 你都很厲害 是的 我都覺得是 但這套劇情 當然是 因為你問是甚麼地方 超展開到那個地步 你很難不記得 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 問吧 作為今集的總結 你覺得 交記憶 積天使和這套劇 是哪一套最垃圾 我自己沒有看積天使的 搞吧 因為我以為交記憶 至少當閃光夜看我都OK 我勉強給他 這套劇 我看那些打鬥的話 我直接開那個打鬥出來看 不用看任何劇情 那都OK 這劇情真的廢了一個點 我告訴你 真的很廢 唯一那裡 就是我一直在說的是 萬磁王 因為那個故事是甚麼呢 他們三個小時候 是一個研究所被捉了 去試驗超能力的 然後他們三個 一次意外裡 就換了肉體 靈魂那裡三個人 最後 他們就要 那個萬磁王 就是一副我要征服世界 我要毀滅人類 這樣 到最後 就毀滅不了人類 征服不了世界 但是 那個女主角就快死了 那怎麼辦 那個萬磁王就說 不要緊 我交換肉體 我要熟罪 這樣 這樣 然後就無緣無故 那關磁王搞甚麼事 這件事已經 那應該做好教主 哦 他奪了拳 不要緊 這個已經不是重點 那重點是甚麼 那個地方是 好 我問了這些事 你個個都說不是重點 或者是假的 那這套是說甚麼 真是 真是 莫名其妙 那他去到一個所謂的 約章三 當年三個人的程度 靈魂倒轉了 換回正常肉體 那一袋 那裏 男主角 猶太其實是附身 在一個女的室內 他說不行 你要熟像 他又不讓他換 那他自我犧牲了 我其實聽了那麼久 我是不知道說甚麼 這件事 很正常 其實很複雜 剛才男友 有人表示我的理解能力 都已經算強 又教主 又美軍 又研究所 又鼓來鼓一大堆 你真的不可能靠我們去講 你講一次給你聽 所以我只問了你 這件事 真的很難 你要看一次 我只用第一集的印象 然後你會發覺你問一個問題 適合時空的作品 都是複雜的 問題在於 你最麻煩的一件事是甚麼 就是你剛才問的全部問題 都是一個沒用的問題 這樣都可以嗎 真的不做 發覺 即是說甚麼 你不點題 你不倒題 我跟過第一集 看了他 前面所有時空的設定 後面的結局 是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任何重要的 你說在第一集 第一集掉下來的靈魂 就是未來世界的憂太 就是想世界的憂太 我記得有馬說過 有馬說 有馬說 講那麼多東西做甚麼 其實男生也是那個男生 但女兒也是那個男生 然後貓也是那個男生 那這件事是甚麼 那個貓不是那個男生 貓不是 其實貓劇中 貓是不知道是甚麼的 男主要本身是男的肉體 男的靈魂 但那次以外 三個電文調轉了 猶太進去了 現在女主要的身體 轉了靈魂進去了 另一個女生的身體 而那個女生進去了 憂太身體 我明白了 其實不明白 猶太是一個女生 哦 你明白嗎 猶太靈魂是男 但現在是一個肉體 現在你看的第一集 那個肉體是女 算了我不想再看 今集完 我想說 我想說 他連唯一感動人 或是一個高朝偉 那個萬慈王 哇 他破格快到 他還要吃 存在級是零 哦 贖罪 然後他走山 我恐懼我不判他走山 然後他就 大哥 其實你 不要這樣 你開始說到自己 你要毀滅這個地球 你好像有理想 那你都貫徹始終 他有什麼理想 他報仇而已 我小時候 你們兩個人走山 都被人捉回頭 被人做實驗 我不划 我不討厭 你這麼自知 你不要做什麼 吼 你講過 三個人 有一個人被捉回頭 兩個人走出去 自由 類似情況也是 恐怖分子 通常都是這些 他要報仇而已 什麼理想 所以問題在於 復筆又不中用 你的角色的設定 又沒有什麼看頭 那他看什麼 那幾幕打的 他連底褲都不做 後來連底褲都沒有 可能是 那幾集 他演過套中 好像沒有底褲 史上聚雷 告訴你 告訴你 聚雷的地方是什麼 這套東西是大budget 找了厲害的製作人回來 他有budget的嗎 大budget 有啊 我聽日本朋友說 出完播那些歌 但我聽過那些作畫 是挺 stable 是 stable 而且他是富士電視台 投資給他原創 找了大家屎的製作人回來 是 因懷消失節哉 是 找了偶像作出來 打歌組 宣傳 美作畫 廢的劇情 哇 他跟可數記一樣 賣了大廣告 審了大鹽花 再告訴你一套垃圾 不是現在的動畫 是一觀的慣例來的嗎 我認為至少可數記憶 沒有這麼大的預算 總共好一點 沒有啊 你跟AZOB也是這樣 AZOB也是很垃圾 報紙頭版都放了 廣告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銀紙 不要緊 最後簡單一句 那麼多富士電視台 留給劍心看 拜拜